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我们是羊骨电台 美食羊骨栏目组的 您好 大爷 打扰您了 您好 您好 眼前这位正在喂鱼的老人 正是羊骨地方名吃 天园羊肉的创始人 王秀岩老人 提到天园羊肉 在羊骨县城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名吃 咱鲁西人爱吃炖羊肉 读着王秀岩老人研制的这道炖羊肉 历经几十年 依旧能保持老味道的醇厚 您好 大爷 虽然是这个初次见面啊 但是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大爷 咱这个天园羊肉是哪一年创立的呢 八七年 八七年创立的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快三十年的时间了 别人都说这个天园羊肉味道非常的好 非常好吃 但是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所在呢 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好吃 一个是鲜料 这个最重要 这些油菜的对比 背熟也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这些程序 做错了也不行 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严格的 是吗 那在鲜料方面是不是也是非常有解决 鲜料这个是全部都是用的在本地 当地的山羊肉 超过五个月 六个月以上的养不要 全是有小养 也是非常讲究 那么天园羊肉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主要是肉鲜 味美 汤青 肉鲜 味美 汤青 那我听说这个咱们天园羊肉除了有非常好吃的这个羊肉之外 咱们的这个吃法也是非常特别的 吃法 现在过去那个吃法就是每顿一顿一味 一顿一味 冬天的时候夏天还好一点 尤其是冬天 吃一顿饭就给人换三次汤 它一冷了以后它就净了 净了都没法吃了 这个 我就琢磨着用这个煤气枣 肉还不亮 汤也不亮 味道还好 还节约人工 羊羊都好 还有这个吃火锅的感觉 是吧 我非常好奇 大爷 咱这个天园羊肉为什么叫天园呢 这个名字有一个什么样的由来吗 天园这是咱们卖外就是甜甜 怨怨不就 嗯 取了取了这样的一个寓意 是吧 对对对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广场的这家天园羊肉总店 走 我们一起进去去了解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羊肉可以制作出多种风味独特的佳肴 是我们主要食用肉之一 羊肉的肉质细嫩 口味鲜美 含有丰富的营养 是老少节仪的美味 传统的天园羊肉 选用小山羊肉 先将洗干净的羊肉分切成块 再放入锅中 待开锅后将浮沫撇去 加水 下入老料 盐和事先备好的鲜料 鲜料有花椒 八角 白纸 陈皮 草果 山花 肉蔻等十多种混合而成 这老料和新料的比例自是有严格的标准 加大火 倒入老汤 天园羊肉之所以口味能一直保持不变 跟这锅老汤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老板大哥告诉我们 这是王大爷前行研究了多年的配方 只有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才是正宗的味道 炖至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这三四个小时的等待 这一锅热气腾腾的天园羊肉就端上了餐桌了 这闻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香了 就有点蝉蝉蝴蝴的感觉了 现在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汤咬在这个碗里呢 色泽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非常期待它的味道 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啊 就特别爱吃这个天园羊肉 上大学之后呢 一直在外地 就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今天吃到这个天园羊肉的这个味道 还是感觉跟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还是那个老口味 是不是我们这个配方 也一直保持着这种老传统 一直是是吗 一直是 没点过 我在上这个大学之前 就一直特别爱吃您家的羊肉 感觉这个味道非常棒 在我离开家乡的这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啊 感觉您这个味道一直没有变 那您是如何做到这个味道不变 这个老配方的这个传承了 这个是一定要验个 是不是 这个配方可不是一天两天 能做成的 我研究了足足有四年 跟你说吧 就只是单单这个味道是吗 单单这个味道 你为什么这个不变呢 说你得要掌握 掌握的尊确 它才能不变 这如何在这十年当中 让这个口味变得更加的独特 更加好呢 它就是听骨客的这个声音呗 骨客说这个味儿重 咱就把它剪点 哪一个骨客 有来骨客说 怎么还不行 还不行以后 那个就得 再往上一点 再往上一点 慢慢慢慢地是 终结到绝后 才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每一道传统美食和地方名吃 都有它独特的烹制手法 和传统配方 几十年不变的 正是对老工艺的传承 天人羊肉 作为羊骨名吃之一 在许多游子的心里 更是寄托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记忆 包含着家乡的味道 现在咱们这个天人羊肉 已经打出来这个名气了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天人羊肉好吃 那么王大爷 您对这个天人羊肉以后 有什么样一个期望吗 以后发展到全国 想发展到全国各地 现在也得说是河北 河南 山东 江苏 安徽 都有在那里 已经很多省市都有了 是吗 对对对 很多省市都有了 也祝大爷愿望成真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东西 吃上这么一锅热气腾腾的天人羊肉 真的是莫大的享受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和两位老板 共同来享用这道美食 2015年是羊年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担扬开太 在新的一年里 一切都能够喜气羊羊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美食羊部 我是刘真 咱们下期更新时间 再见咯